制度上的问题了 变成很多这些大的银行 它本身并不好的时候 变成是不是人家担心是资本的经济 资本企业变成国有化了呢 国家的这个参与 这个会是不是对更多问题了 7000亿到底是不是太少了 固然美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利 是市场缺乏信心的一个原因 然而仅仅在方法上寻找出路 就能挽回民众的信心吗 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 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方式 是否也令市场难以看到改观呢 自从次级房贷危机爆发以来 多有评论指责 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贪婪 甚至就在股市动荡之际 还有人心生成绩捞一把的想法 金融家认为 这种赌徒的投机心态是不可取的 况且风险很大 而更多的人则担心自己的养老金 子女就学等问题 因此要想度过这场危机 理性的调整生活消费习惯 保持健康的心态是最为重要的 不要因为恐慌这个时候产生 产生任何的不好的信心 最要紧 而且说你的银行里面的存款呢 已经在参议院立刻生效的25万里面 可以在重新估量的时候呢 你会认为 这个你所存款的 在银行里面 这个存款 应该是比以前更保险 所以把心情上一定要稳定下来 然后所谓重新调整是一个大幅度的 而且是一个短期的应该怎么样 中期的我们应该怎么样 所以慢慢这个存款的习惯呢 现在已经在美国已经开始 大概有300多户人家 已经是父母亲和子女开始合住了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他们子女被lay off也好 或老人家这个退休金受到很大影响也好 他非得和子女住在一起 所以这些东西呢 生活的空间 还有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又会回到 以前还没有在工业化的时候 这个办农业社会 或农业社会的时候 所以这变成好像一个反本归真 就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 所以便要勤俭起家啦 可是当然勤俭起家 对整个推动经济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好现象 它需要推动消费 可是这个时候 以个人的立场来说 一定要考虑到 什么样样如为出了 怎么样可以把不需要的消费呢 把它给砍掉 要怎么样去 自己要知道所赚到的钱 假如可能的范围尽量存钱 因为钱 现金在你手上 保身的现金 暂时按摩不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real estate可以买 或者股票 等到稳定以后 再看看哪一个是一个好的买点 我想最主要是 要平心静气的 把身 这个身心健康都要平衡 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健康的投资人的一个心态 去应付所有这些 现在动荡不安的 这个 金融的风暴和海啸 有人说呀 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的确 恐惧于事无补 调整自己的心态至关重要 同时呢 面对危机 许多人乃至整个社会 都开始了重新思考 造成这场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句话呢 叫做君子好财 取之有道 那么纵观这次 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 恐怕光是贪婪两字 还不足以酿成这样的大祸 只怕是众多参与者呢 在君子好财的同时 都忘记了取之有道 而即便是没有参与 这个住房贷款的人 或许也不能够完全推卸责任 多多少少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中呢 都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这个300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 援助方案和7000亿美元的银行救助案 加在一起 总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了 的确政府呢 不下狠药 已经难以缓解危机 不过最好是在这个寻找 救急之药的同时还能够想出 想一想如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改变一下每个人的行为方式 否则呢 这场危机刚刚度过 下一场危机或许已经在路口等着我们了 好 下面稍微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唐人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 10月19日带您寻回汉服远远流长的服饰礼仪文化 订票热线 877-683-7469 讽刺幽默 诙谐 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 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良伴 大陆新闻解读 娱乐新干线 为您呈现最精彩的全球性娱乐资讯 一文麻辣套 由新唐人遍误世界各地的娱乐记者 抢先为您烧出的最地道的娱乐新闻 Eastar名言榜把明星带进温重的视野 发掘出更真实动人的故事 暴力不是几句问题 时尚Cappuccino 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新篇POPQOR各大强挡大篇的预告 就在娱乐新干线 华尔街一感冒全球都打喷嚏 面临分崩离析的全球金融系统 七国集团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 10月10日聚首在华盛顿商讨 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联手遏制金融危机 他们当天承诺能对全球信贷危机 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布什到场他信心喊话 同一天代表发展中国家的24国集团G24 也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议 下面看看本台记者杨岸从华府发来的报道 尽管国会本周已经休会 众议院各委员会仍然举行各类听证 听取酿成现在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 华尔街大公司以及监管机构的责任 希望从中吸取教训 这个判可稳 Cox从事前关系被盖了 加息ällt特别公司 近期看到监管表面了 承证论 Craig 各路专家在隶属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时 都免不了提到不负责任的刺激贷款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达62万亿 超出全世界经济总量的金融延伸品CDS 没有任何抵押和透明度等 国会的听证尽管可以提供金融风暴的起因 但是如何应对目前的金融风暴 各国政府显然都还在摸索之中 周五美国财长保罗森在七个工业大国财长峰会后 称目前的局面谁都没有见到过 唯一的好消息是各国政府都希望一起协调共渡难关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七国部长峰会后宣布了一项五点计划 承诺保护那些对金融安全至关重要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 使他们免于倒闭 并确保他们能构从公共和私营领域筹集资本等 但是该声明没有包括任何具体的步骤 继周五的七国峰会后 保罗森还召集了20个国家的财长会议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 尽管有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安抚努力 信心不足的投资者仍然纷纷抛售 导致过去一周中 华尔街股市历经道琼斯指数 112年以来最大的一周跌幅 市场价值减少了五分之一 欧洲各股市周五也下跌了7到9个百分点不等 日经指数跌幅达9.6% 是1987年大股灾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杨安华府报道 好了我们再看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方面报道 之后再来看看本周的其他国际事件 请看一周大事件